歡迎收聽《紳士國庭新聞》 疫情持續超過兩年 香港仍跟隨著大陸的清零政策 入境人士需要隔離檢疫21天 不過至今仍未能與大陸通關 更因為本地疫情爆發 收緊了外防輸入措施 這種嚴格的限制措施 惹來越來越多的不滿 外國的企業和人才更可能離開香港 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吸引力 香港美國商會在去年9月至10月 進行了一項調查 即是在港府收緊防疫政策前 訪問了262名香港美國商會會員 發現有六成受訪者認為 香港的旅遊限制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 44%的人指公司業務受到嚴重阻礙 超過三成受訪者延遲在香港的新投資 有三成人表示高層職位難以填補 另外余思成受訪者表示 可能在個人層面離開香港 超過25%的企業就說有可能離開香港 有近六成的人認為政府對商業問題莫不關心 香港投資公司Marshall Capital 做聯席資訊總裁Mano Jane先生 早前接受本部記者訪問時指出 雖然不少會議在疫情下轉移到網上 例如Zoom 但許多企業的業務始終要依賴人際關係 在晚餐時和交易夥伴面對面的社交 許多交易在見到個人之前是很難隨得進展的 他還表示隨著開放邊境高級管理人員和投資者 能夠更自由地在城市間和國家間旅行 會帶來更多的商業活動 對每個人都有好處 不過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去年9月 曾表明香港不可以採取與病毒共存的防疫策略 否則與大陸通關的希望將會更渺茫 日前再被問到接種率達到9成的時候 會不會考慮與病毒共存的策略 他回應說 難以確定接種率達到什麼程度 會有什麼措施 但強調提高接種率一定有利於通關 香港的疫情近日出現反彈 政府收緊多項防疫措施 包括關閉部分處所 禁止晚餐堂食 禁止8個地區的航班來港 有大量市民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被送到隔離檢疫 累計發現至少170宗個案的葵聰邨 有兩棟大廈被遺風強檢5天 居民不准外出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1月20日發表一份香港的評估報告 預測2022年香港實質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為3% 低於去年的6.4% 報告指出受清零政策影響 私人消費或出現滯後 新變種病毒可能再次引爆香港疫情 進一步削弱私人消費 加上全球供應鏈持續受阻 中美的緊張關係升溫等因素 會動搖市場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信心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 很多公司正在將員工轉移到香港以外 例如新加坡 有企業高層普怨說 大陸和香港的旅行限制 令他們無法密切監督其他國家營運的動態 也無法拜訪商業夥伴和潛在客戶 如果員工曾接觸確診患者 在香港更要面臨被隔離的風險 一位進駐香港25年的地產高層管理人員 在去年夏天離開了香港到了美國 他說他原本想回香港接受一個星期的隔離期 不過港府將由美國入境人士的隔離時間 延長至到三個星期 令他取消了回香港的計劃 他說考慮到心理的狀況 健康和隔離的成本 不會接受三個星期的隔離 香港招聘公司Argyle Squat 指出 希望離開香港到其他地區任職的情況有所增加 未來有更多公司要找人接替離開的高層管理人員 該公司的董事總經理直言說 香港的檢疫措施正阻礙吸引海外人才 在新加坡經營一間科技初創公司的Justin Sorenth 他說他過往經常到香港開會 並考慮過在香港設立一個辦公室 不過在經歷了一次21天的隔離檢疫後 他打燒了這個念頭 不過報導也指出 許多擁有大規模業務的公司 不願撤離香港 因為他們已經在香港投入了巨額的資金 而且香港仍然是重要的融資中心 以上節目的內容是取材自《大紀元》記者 葉澤宇的綜合報導 今次的《紳士閣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大家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